小金们好 今天我们要看的绘本是《美丽的新年》 这本绘本曾经荣获1939年美国凯迪克的金奖 作者是美国的托马斯·汉德福斯 养只狗来看家 养只猪可吃肉 养只猫 抓老鼠 养个女孩能干啥 美丽 在中国的北方 长城脚下 有一座四面城墙高筑的城市 这座城市常常下雪 城外有一座古老的四合院 除夕的早晨 家里每个人都在各自忙碌着 美丽是一个梳着冲天变的小女孩 她正在插洗和打扫灰尘 母亲王夫人正在炸年货 哥哥 哥哥 生育在一旁帮忙 这是为赵王爷爷准备的一顿大餐 在中国人的传说中 赵王爷将会在除夕夜悄悄降临 给每一个家庭带来一年的福运 只有舅舅在那里闲坐说笑 高潭阔论着进城会看到的景象 她常常骑着骆驼去城里卖菜 所以对城里的事情很熟悉 圣玉停下来高兴的听着 因为母亲刚刚告诉她 她一会儿可以出去城里改庙会 王夫人停下手中的活计 兴奋的听着 因为她想到圣玉 将会带回邀请赵王爷的红蜡烛和纸钱 美丽听了 心里却很难过 因为小女孩一般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 哎呀哎呀 她摇着辫子 低声的自言自语 我一直待在家里 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带着我的鸭碎钱 像圣玉一样去冒险 美丽包好她的三枚鸭碎铜钱 和三个弹珠 一个天青色的 一个珊瑚红色的和一个翠绿色的 塞进了棉衣的口袋里 然后她跟在圣玉后面 漫步穿过庭院 虔诚地跟鸭子和猪说着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他说着再次礼貌地聚了一躬 他说着再次礼貌地聚了一躬 他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快步地从门口溜了出去 他跑到门外追上圣玉 第一声说 圣玉哥哥 你带我一起坐雪爬梨到城里赶寮会去吧 你一个女孩子家 到庙会上做什么 圣玉嘲笑道 如果你带我去 我就把我的天青色弹珠送给你 美丽说 圣玉小声地说道 好哦 接着小白狗艾哥也要求要去 圣玉的画眉鸟也不想留在家里了 于是圣玉 美丽小白狗艾哥和画眉鸟 坐在雪爬梨上一起出发了 车夫拉着雪爬梨 刷刷地在结冰的路面上前行 他们滑动着 沿着冰雪覆盖的道路 急迟而过 很快就来到了城外的桥下 美丽给了在这里乞讨的女孩 一枚鸟鸟鸟鸟鸟鸟钱 谢谢你 谢谢你 女孩说 她的名字叫 丽大 一个女孩子 能去庙会多好啊 你送我的一枚鸟鸟鸟钱 会带给你好运的 但要记住 你必须在大城门关闭之前回来 否则你今晚就不能出城回家迎接赵王爷了 过了桥 过了桥 一头驴正停在那里 圣玉 美丽 花美鸟和爱歌爬到了驴背上 驴儿颠颠地穿过了城门 现在他们已经进城里了 正沿着一条框阔的大街快步往前走 他们看到有人坐在黄包车上 有人坐在骆驼上 女人们坐在玻璃车厢的马车里 男人骑着毛茸茸的蒙古小马 还有骑驢子的男孩和女孩 人们都穿着最漂亮的新衣 高兴地准备着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些都和舅舅之前说的一样令人兴奋 当他们抵达大广场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一些城里的孩子们正在吃甜豆花 买糖葫芦 美丽也想吃甜食 但她更想要鞭炮 于是用第二枚压碎铜钱 买了一些鞭炮 但她自己不敢放 就把鞭炮给了圣玉 两只手紧握着耳朵跑开了 鞭炮炸了 呵呵 圣玉冷笑道 女孩子总是害怕 一个姑娘家能在庙绘上做什么 我可以做很多事啊 美丽说 你看那边马戏团的姑娘 她们可以踩高翘 走钢丝 还可以用脚顶磁缸 磁碗 而我也可以的 她跑到马戏团里 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姑娘跟前 你好拜托 你可以用手把我撑起来倒立吗 美丽要求着 我想试一下 马戏团的姑娘 抓住她的手 把她举了起来 美丽平衡掌握得很好 只不过腿有一点点摇晃 嘿 圣玉嘲讽道 随便谁都能学会那种把戏 但只有男孩子才可以真的演戏 圣玉扮成一个长胡子老头 正在和戏班子里一个男孩子一起表演 这个男孩子扮成皇帝模样 头上佩戴着一个优如花盆的皇冠 她们正用又高又细的声音唱着戏文 美丽知道女孩子不能演戏 她看了看周围 想找其他事情做 露天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头戴着鼻环的黑熊 她想让圣玉看看自己是多么的勇敢 她可以让熊做把戏 当美丽拿出一些豆饼准备递给黑熊的时候 她的冲天便都颤抖了起来 黑熊不断的力气 趴下拍着爪子想要美丽给她豆饼 那是一只弱不断的威蜇老熊 圣玉大声喊道 看我来射那只邪恶的野狮子 手下留情 美丽尖叫着 那有长耳朵的东西不是真的狮子 是两个男孩在捂狮子 小心 别射到他们 美丽跑到了马戏团 骑马的那些姑娘中 她骑上一匹小马 小马活奔乱跳 随着她在马背上的舞动 她的冲天便不断的来回晃动 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马戏演员了 但突然间她想起了圣玉 她急忙来到街上找她 发现圣玉在财神桥那里 桥下挂着一个小铃铛 铃铛下躺着一个瘦巴巴的道士 嘴里吆喝着 扔铜钱了 扔铜钱了 敲中了 发大财了 哎 美丽哀叹着说 这是我最后一枚鸭碎钱了 铃铛又那么小 我敢肯定我怎么也打不中 圣玉哥哥 你帮我扔好吗 她把最后一枚铜钱给了圣玉 铃铛响了 啊 我发财了 圣玉高声的呼叫着 然后对美丽说 爱哥要跟着我去买个蜂蜂 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看好花美鸟哦 哼 美丽这下气坏了 气得她的冲天便都摆动了起来 我最后一枚压岁钱都没有了 现在我还能做什么呢 她伤心地爬到附近的一座小山 山顶的一棵树皮出糟的老松树下 坐着一个精明的年轻道士 正在给人抽签算命 你能告诉我 我以后会有好转吗 我把珊瑚红弹珠给你 美丽恳求着 我哥哥以后会发财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幸运的人 你会统治一个王国 大士回答 他在祖先上挥舞着浮沉 拿走了美丽手中的珊瑚红色弹珠 美丽高兴地跑下山来 如果秋的签上说她将统治一个王国 那么肯定会实现的 可是她怎样才能统治一个王国呢 除非她是公主 又有谁听说过一个没有皇冠的公主呢 在山脚下 她遇到了几位身着盛装 准备去赶庙会的姑娘 美丽把自己算命的事告诉了她们 她们帮她制作了一顶皇冠 皇冠的前面镶嵌着她的翠绿色弹珠 美丽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她的冲天便得意地在皇冠上面摇摆着 这比在马戏团表演更有趣了 她来到了一家大玩具店里 尽管她没有压岁钱可以花了 可美丽心想 一个公主当然可以来玩具店 店里有一排排小人像 里面有道士 小贩 舞女 智者 乐师 还有猴子 和鹿 也许 美丽想 就像她扮成公主一样 她们扮成这样 都来这里欢迎我 但是 那些小人物 像是用上汽的木头做成的 很快 美丽离开了她们 接下来的一个铺子 用鱼形的灯笼 装点得很明亮 鱼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 她们一定是在看我美丽的皇冠吧 美丽心里美丽心里美滋滋的 而她的冲天辫也得意的摆动着 在另一间大堂里摆放着大麻闸灯 蟹灯 鲜灯 龟灯 鹅灯 但是 美丽公主 并不喜欢这些令人讨厌的大虫子 她从来没有在自己家的花园里 见过这些东西 她赶紧跑到了门外 门外吹来一阵寒风 突然 一只灰鹰从寒冷的高空中 浮冲下来 美丽赶紧护住圣域的花梅鸟 这样 鹰就伤不了它了 它以最快的速度 向集市跑去 鹰猛的扑来了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 苦言的小花梅 美丽心想 它吓得冲天便都僵硬了 我怎么做才能救你呢 就在这时 一只大鹅从篮子里逃了出来 美丽迅速的钻进篮子里面 一动也不敢动 它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还听到周围一些低沉的鼻息声 那不是鹰的声音 美丽对花梅鸟说 它透过篮子的缝隙 看见三只笨拙的骆驼在嘲笑它 另一面 三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导弹鬼 肯定是有强盗 美丽心想 美丽心想 它又躺着一动也不敢动 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 然后它感觉到有东西 在拽它的冲天便和裤子 它听到了狗叫声 好像就在小便 原来是小白狗爱歌 一直躲在小骆驼身后的声音大笑起来 那不是老鹰追你 那这是我的风筝 你是保护圣玉花梅鸟的勇敢女孩 难道舅舅戴着皮帽子 你就认不出了 舅舅说 我找你一整天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 今晚就赶不回去迎接赵王爷了 骑上骆驼 我们走了 舅舅说着骑上第一只骆驼 抓住美丽 让它安稳地坐在它的前面 圣玉和花梅鸟 坐在第二只骆驼上 小白狗爱歌 自豪地单独坐在第三只骆驼上 骆驼和坐在驼风间的一行人 还有跟在后面的小骆驼 一起洋洋地穿行在傍晚的阳光里 它们穿过昏暗的街道 穿过新年爆竹坠落的火花 越来越快地奔跑着 来不及了 城门正在缓缓地关上 但是城门没有关上 那个乞讨的女孩 力大正用她的脚撑着沉重的城门 不让城门关闭 她知道美丽必须在午夜前回到家里迎接赵王爷 甚至连五位警察和五名士兵也赶不走她 知道美丽他们通过城门出城之后 她才离开 她们骑着骆驼 加快速度穿行在山间 在夜晚 这些山就像龙一样 绵延起伏 美丽的压岁钱没有了 胆珠没有了 黄冠也不见了 她饿得肚子直疼 她太累了 她的冲天便倒浮在头上 欢腾乱跳的小马 蹦蹦跳跳的黑熊 长耳狮子 好像都被她丢在脑后 她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公主了 无疑 没有哪个王国能像家那样美好 当她看到院墙后面 树木环绕的家时 别提多高兴了 哦 原来赶描会最美好的时刻 就是回家 美丽哭了 舅舅从骆驼背上 把她放了下来 我们还能赶上吃年夜饭呢 不要因为你没有带礼物回家而难过 王夫人对圣玉说 你把我们的小公主带回来了 她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当她等着迎接赵王爷的时候 美丽想 连妈妈都知道 我就像签文上说的一样 是一个公主 但是 我的王国在哪里呢 午夜的时候 赵王爷出现在焚香的烟雾中 在王夫人为她准备的年糕和饺子后面 她望着美丽郑重地说 这个院子就是你的王国和宫殿 院子里面的众生 都是你忠实和亲爱的臣民 美丽愉快地呼了口气道 好吧 暂时就是这样了 小公主 真节俭 房子里 好干净 院子里 没有土 吃东西 不挑剔 发于衣 都整齐 请帮忙订阅 点赞和分享 关单小精英安亲中心的YouTube频道 谢谢